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又要拍多集給Gadget Live 星期五 第一時間做多事 星期四做Gadget Live 今天也很忙 但不要緊 為什麼我們要做Gadget Live 收到好東西想進化給大家 下個星期我去了德國 我又不想放到冷了才和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來一個很特別的Gadget Live 你先來吧 大家看到桌上有一個紙皮箱 平時我們做開箱的產品 你一見就知道是什麼 因為有彩印的 這個真是包包吉盒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不知道 你什麼都沒有 這個 你貼士吧 看看是否看到那個 有一個Highway Audio的標誌 對焦 其實這個 看到字 這個就是Sony 剛剛在日本8月23日正式賣街的 一個叫做MDR-M1ST的手機 為什麼這個手機是包包的呢 原因這個手機是在日本國內賣 沒有出口的 包括全世界 美國和香港都沒有正式賣街的 還有這個耳機主要是針對業務用的 即是說給一些人開工 或者一些錄音用的耳機 工業用途 工業用途 所以就是包包 還有這個耳機是沒有保養的 通常我們買的耳機很豪華的 又有保養 又有說明書 很多東西 現在跟你開箱有些什麼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你沒有保養 就算那些業務用 其實都會沒有 沒有了 你沒有保養就沒有了 就是通常 那壞就壞 當然你買回去 如果第一件事 你都有一些保養的 譬如7日包換 那些會有的 還有一個很短期 因為我看回其實 官方還有沒有的 但是有些店鋪 你跟他買光是第一個月 這樣 他自己和你沒有 都可以做的 但是就不同 一般你買一些零售用的耳機 有很漂亮的包裝 很豐富的說明書 還有就是說有保養 這個就是你看看 我們看看 包成怎樣呢 我剛才都嚇一跳的 打個紙皮箱 沒事的了 就是這樣 這條線 這條線我拆了 原本有個黑色膠紙封住的 一個簡單到不簡單的說明書 日文的 就是怎樣插線 就是怎樣插線 為何要插線呢 就是告訴大家 接著沒有的 就是這樣 發布膠 或者紙皮 很多塊的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 先拿出來 這個就是M1ST的耳機 就是這樣 頭大式的耳機 為何要特別和大家說 就是這樣看 好像普通的耳機 大耳牛那隻 為何要和大家說 其實這個耳機 為何這麼特別 其實它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 Sony就 不要說叫正式發布 只不過在6月份的時候 就說了 我們會跟著 接著出一個 耳機 這個耳機 有多特別呢 其實如果大家 有玩耳機 或者有留意 一些耳機的消息 過去 Sony 這個Studio用的耳機 叫做CD-98 CD-98 CD-98 是何時出的呢 1989年 30年前 89年 是的 30年前 30年前出的一款耳機 到今時今日 是還有賣的 Sony 是沒有停產的 如果你現在去Sony 日本的網頁 我不知道同事 能否播放 Sony日本的網頁 給大家看 那種 CD-98 CD-98 就出了很久 那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 那個是寫著 For Digital 但是 For Digital CD-98 Sony 的高音 頻率 響應 就是 5-30kHz 即是 30kHz 如果 嚴格來說 以今時今日 跟我們高音 要求 40,000Hz 高音 頻寬 CD-98 ST 就未去到 高音 音訊 所以 Sony 就搞 一個 M1ST 這個 可以叫做 CD-98 的 升級版 而這個 升級版 也很厲害 它搞了多久呢 這個耳機的開發時間 用了四年半時間 四年半前 開始搞 Sony 為什麼搞了耳機呢 其實它是 除了 Sony自己去做 耳機的部門 它是跟Sony Music 一起合拍的 玩什麼時候都有 因為 他們是做Studio 錄金 他們就是 在一個Studio的情況 不停去做 Found tuning 去做 測試 Optimize 為什麼要做這個耳機 就是 因為它是想拿回 Original 即是你錄音 你錄什麼 就出回什麼 給你聽 所以這個耳機 有幾個好處 第一 真的很便宜 如果你去買 現在CD-98ST 日本賣 是18,900日圓 就是15,000 鬆一點 對 1000多元 這個 M1ST 多少錢 標準價 Nispire 三萬一千 五百元 即是2,000送些 如果你說 在香港 我們平時 我們做review 寫開耳機 動一些都幾千元 一萬 兩萬 我覺得最重要 是這件事 有沒有看到 MIJ 這個 Made in Japan 即是2,000多元 港幣 你買到 MIJ Made in Japan 還有它是 人手造的 這個耳機 人手造的 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 還有這個耳機 它的盒子寫明 都是MIJ 寫明 其實還沒煲透 開了聲 起碼我保證 有聲 不會壞 壞了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剛剛也無法遲到 讓大家聽聽 叫做聽過一首歌 我真的還沒煲 可能真的煲了一點 那些聲音是 沒有什麼味精 要中音高音低 有的 你出什麼 推什麼 就給你什麼 很舒服的 還有這個 M1ST 有什麼好呢 它除了 剛才說 抵用 MIJ 之外 它這次改良了 摺線 之前 CD98ST 就像舊式的耳機 看死了 那條線 它這次 是用了 3.5mm 的 耳機 3折的耳機 給你換那條線 它跟著這條線 有螺絲位 插進去之後 可以扭緊 不怕扭 它 但是為什麼會用線 當然是方便 可以換線 可以換什麼線 其實如果你看 這個頭的設計 基本上 我估計 它都幾大機會 支援到 平衡的接頭 如果你換了 平衡 比如Sony 那些4.4mm 的平衡線 有機會用得到 當然我想找到 那條線 或者賣那條線 回來試試 如果用到 其實就 會方便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 這些叫Studio 用的耳機 它是跟著 6.3mm 那些 大頭 正常 你推耳礦 或者用家裡的 M-Tank 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說 我想出街 我用DAP 這個頭就比較 難搞 你要轉換接頭 轉換接頭 那麼長 你就很容易 咬斷 不方便 如果可以換線 你可以換一條 3.5mm 或者4mm 的 耳機線 可以用到 這個耳機線 所以這個 也有一個方便的地方 其實這種耳機線 Sony自己也有出的 即是 3.5mm 或者4mm 平衡線 有出的 可以配上 當然我會配上 之後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 配合現在的DAP 推出來 有什麼表現 但剛才我用 很大的耳機音 聽這首歌 聲音是中用的 高音和通透度 都不錯 但就不會 好像平時 我們聽開一些 零售 即我外面那些 牌子的耳機 有些很強調低音 或者很強調人聲 即是沒有什麼調音 這個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日本玩 接下來 都可以留意一下 買不買回來 看一看門口 或者還有手信 都不錯 收你這個耳機 但你在哪裡 訂呢? 香港據聞 在旺角的商場 有少量水貨 回來了 因為這個耳機 都是8月23日 剛剛出了一個星期 我出了之後 就去Amazon 找過 日本Amazon Amazon 就不送來香港 因為日本Amazon 賣這個耳機 就是Sony 日本官方的頻道 他就不說 oversee 我就輾轉去樂天運 去日本樂天 找到高波market 那裏有一間 賣的 傳聞到香港 又好幸好 剛剛找到高波market 又有一個訪問 減2900日 減完之後 就算加盟運費 都比LXPi便宜 不用31500 我覺得可以 就這樣回來了 去到日本 你普通在Biccan 那些不會找到的 真的不容易的 你最好去日本 你去Amazon找 例如官網 送去你酒店 或者其實如果你去Amazon 現在很方便 最好就是你指定去Family Mark 指定你酒店附近 那間Family Mark 你Google找了地圖 找了地址之後 Copy and Paste 打到Amazon 那裏 他就可以去Family Mark 拿完之後 其實怎樣拿的呢 其實他很簡單的 送到之後 Family Mark 就會發送一個 E-mail給你 裡面就有個KR Code 不是KR Code 不是KR Code 有個Number 你去到那間Family Mark 他有部機 有部好像提款機 中丸機 即是賣 賣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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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部 那你按那個Code 他就會印回一張recept 給你 那你拿著一張recept 去新聞櫃桌 那職員就會招呼你了 那期間你不需要說任何事情 你總之 你總之有拿票迎人 他就去到 拿票 你印了一張票 你就可以很方便去到Family Mark 那部機有英文嗎 有英文的 有英文的 但日文都可以的 大概你猜到就能夠 不是很複雜 都是按了拿貨的那個icon 然後入了Number 好像16位 入了Number 然後就拍出來 很簡單的操作 那給他送到酒店方便些 其實現在很多酒店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遊客 很難用這個收貨服務 很多酒店就不收 或者加錢 或者加錢 或者是要你 check in 座之後才跟你收 那變了有些限制 如果你說不要 我都是簡單一點 你去便利店 現在都是幾方便的方法 這個又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耳機是 如果上一代都賣30年 我希望這個都賣30年 我希望這個都賣30年 哈哈哈哈 即是傳給下代 看看這個 等你再試聽一下 挺好的 因為挺輕身的 不會很重的 算輕身的 而且耳背的位置 都薄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日本 或者不去日本 我上網按 都可以參考一下我剛才所說的方法 等你之後再試那些聲音 那些聲音 有機會拿下同級 零售版的大意猶去比較一下 好 接著到我了 你又開箱了 放了出來 是啊 我介紹 一個 腸仔 這樣大小的 因為官方說 這個鏡頭就好像手指弓一樣 因為我覺得 我都度過 其實也是 但是我發覺 這個鏡頭 用芝士腸來比 應該會貼切一點 因為你看看那個尺寸 差不多 長度 又或者 厚度 厚度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我覺得 叫它做G腸鏡頭 這個鏡頭 看見都很輕小的 大家會覺得 你看到是Insta360出的 因為Insta360 一向都是360鏡頭 這次 為什麼會出過這些 這麼小的鏡頭 其實這個是不是360 不是360 這個 這個不是360 其實它是 可以說是 Action鏡頭 那樣的玩法 但是 你看到它是小的 Action鏡頭 亦都輕很多 當然 拍片的玩法 跟普通Action鏡頭 有些不同 你也看到 這支鏡頭 其實 如果你看到 只有鏡頭之外 其實已經沒有 有沒有收音 收音就是一個頂 有螢幕 所以你拍片 你也可以錄到 你的聲音 或者你現場聲音 可以錄到 沒有按鈕 看起來就好像 但其實 就是在後面 會有一個按鈕 你看到有兩個黑色的點 你看到這個 就是有很多接點 這個就是充電的 另外這個 其實已經是一個按鈕 可以按的 但是那個按鈕的方法 其實你用的時候 就不是直接按下去 就是按前面這個標誌 就間接壓下去 你就會按到按鈕 去拍攝 或者錄東西 那樣的 它最特別的玩法就是 你這麼小 怎麼玩呢 其實你這樣拿著 這樣來錄什麼 我真的想問 如何掛在身上 所以呢 它就有很多背景 掛在身上 其中一樣 那其實呢 你會看到很多 這些 有很多 夾 有些面板 那樣的東西 你會看到 其實是 跟來的這些 不用再來外賣的 那怎樣玩法就是 因為 這個呢 這些鏡頭 叫Insta360高 那其實 它後面 木機身裡面 就是有些磁石 在那裡 那麼 你可以看到這些面板 其實就可以 打開它 噢 那它說 這個磁石 磁吸面板 其實你可以拔開它 拔開它 那你可以說 我放在一個 黏在網上 那你已經可以拍了 有多好啊 那就是這個 另外你看到 剛才這個 這個轉向的底座 你拍上去 那你可能會黏在某些地方 撕開它 黏在某些地方 那你就可以立即拍了 那你就可以 又或者這十字符 可能是咬它 這樣 黏在那裡 那你就可以 當作是 那些閉路電視 那樣可以拍 那 所以那個玩法 就是 那個 擺的方法 也挺特別的 你會看到 那這些夾也是 你可以擺在 擺在一個 螢幕上 這樣也可以 那這樣也可以 變成 它就變成 讓你很隨身 但是呢 最特別的玩法 就是 大家看一下 沒有東西 咦 怎麼黏在那裡 黏在一個身上 譬如說 你做運動的時候 你跑一下 原理是什麼 原理是什麼 可以黏在那裡 其實不是什麼魔術 哦 你做了東西 當然 你搭了一塊鋼板 它最特別的配件 就是這一塊 沒錯 應該擋到一下 子彈都不定 吸下去 就可以 夾緊了這件衣服 你跑步 可能 甚至乎 踩單車 平時 你就會可以 黏在那裡 來拍攝 但 其實它原本 原本 在三領位 高一點 這樣 就會更好 即是它自己官方 推薦 就是擺在這裏 其實 但我自己經過 我自己試過 這麼久 我試了幾天 如果我真的夾在這裏 如果我夾在胸口 大概是脖子落一點 這個位置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 會拍到自己的下巴 它也歪的 它也歪的 甚至乎 我低一點的頭 是連我的鼻孔也拍了 就是有點吸收 可以看一下 是否可以給一些影片 你們看一下 那個情況是怎樣 我先調光一點 這段影片 就是我在公司拍的 你會看到 你看看 如果我放在這個位置 就會看到 我的下巴 連我的眼鏡也看到 你看看 鼻孔也看到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我用了這麼久 我就覺得 通常我就會 就是我試片 後來試片 我試了幾天 我就覺得 通常放下一點 這樣拍 這個位置 就會拍到剛剛 中間 不會拍到你的下巴 但是拍到前面很清晰的東西 當然那個視角 水平是低了一點 其實按一下就開始錄了 對 它的拍法 都很特別 和一般相機 或者相機 相機很不同 因為你看到 剛才你按這個標誌 一按 它不用開機 現在震一震 有燈亮 它就會連續拍三十秒的影片 哦 拍完三十秒 就會自己認識 但是當然 還有另外一些拍法 譬如說 你開機之後 按著開機 按一下就是拍照 按兩下就是拍100fps的 慢動感 然後三下就是拍攝 時會 或者超音 等於這些是可以自己在通常教 所以就不像普通通過程 一按 錄到自己的畫廳 這樣的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官方的說法 就是說 其實 你拍了這麼大的片段 已成功 等於你拍了半小時 你放到電腦 你又要找位置 你自己又要加影片後製的時候 其實都 你這部機器有這麼嚴重 你才會將這麼大段影片才來才去 這樣剪輯的才可以 所以他就 假設你拍這30秒 就是最精彩的30秒 就是最重要的那30秒 你拍完之後 假設就在一個手機APP 就將你這麼多段30秒的影片 但有時候 但有時候就不知道 我未來的30秒是最重要的那3秒 所以你也是有點難搞的 也是的 還有你每次都要按 第31秒才來的 那我就拍不到 再按過 因為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它只有8GB RAM 就是內置8GB RAM 它只有8GB 沒有插卡 沒有插卡 整支就是這樣 所以變成在尺寸上 也有些少許限制的時候 那個玩法也跟普通的ActionCAM 普通的DC也有些不同 但是剛才你這樣 就是有塊鐵板 吸在胸口 用不容易掉 就是會不會一撥就撥走 不會的 我覺得可以的 其實這樣說 除了三支外 其實你都可以 現在夾一件T-shirt 對 你可以夾在帽子上 你兩個內籠 通常我試過 通常是夾在旁邊 因為如果夾在鴨咀的位置 你就會 露的時候就像我的下巴一樣 然後把鴨咀的位置都遮住 遮住 然後把鴨咀在這裡 這樣 這樣 你帶著它 當然了 你又要拿著形 這樣 去到旁邊 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照在這裏 拍攝 你說熱不熱 很大力這樣 它就可以了 而且因為 頂部有些厚度 這裏都會有些影響 但普遍來說 我在公園試這部機 跑圈的時候 正常這樣跑 其實都不容易掉 我想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Action Camp 更新拍攝的用法 其實也是 當然這個好處 你小時候 其實不是很顯眼的 我們也試過 因為相對Gopo 尺寸相差 也相差很遠 現在拿著Gopo拍攝人 人家也會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正在使用OSMO的Action 來比較 其實那個 我剛才也說過 它攝錄自己做穩定相機 即是Stabilized Camera 其實它的穩定相機 真的做得不錯 你可以看看比較的影片 也是同一段影片 你會看到Action那裡 真的挺震的 但高那裡 就會相對是定的 可能走前一點 也會等一會 因為那裡一會兒 過了幾級木板之後 就會有幾級樓梯 你就會看到 那個 看著高那裡 這裡是樓梯 我跳下去 我跳了幾級下去 你看到其實好像 不覺得 如理平地 所以它的穩定性 因為它有一個 它自己有一個 全程式的仿震技術 所以它這個 我覺得做得不錯 變成你平時 譬如說 你可能 甚至乎不是放在自己 那裡 你找一塊這些 放在寵物上 可能夾在狗帶上 然後 然後 那些貓 夾著它 它一條 它四處走 其實你會拍到 另外一些不同角度的 東西出來看 嗯 看上去是幾方便 因為 始終它 相對 Gopo那裡 Action Cam 體積也小很多 那麼小的體積 那你說 這麼好玩 好像說到它很無敵 老實說 它就因為 你剪得那麼小 那個感光元件 其實 雖然它就是用 都有3040x3040的 解像度 嗯 但是 因為這麼小 其實那個CMOS 都出來的照片 這個不是照片 因為 影像的質素 相對來 就是 可以接受 就是未至於 好像 Hero Gopo那些 或者剛才Action 那些 那麼好 但是 如果 作為普通 你平時 分享去 網站 其實已經足夠了 但是 講到Share 上去的 社交平台 它有一個好處 為什麼剛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剛才我說過的 是3040x3040 是一個正方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它有一個 考慮到大家 方便大家 去Share 出去的時候 的 這個問題 它就特意 它現在用了這個3040x30x4方框的 島 然後 其實呢 你分享出去的時候 你可以 照一比一 照正方形 你可以 在Instagram 或者 你的影片 你照正方影片 你可以照到IGTV 那些 但是呢 同時 那些影片可以讓你 自己在App 製作 16比9 那16比9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 上去YouTube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可以 製作到6比19 直到 為什麼呢 直到 你就可以立刻 分享去 WhatsApp 那樣 你在手機 就可以 打直 那樣也看到 我想到一個想法 為什麼它要用正方形呢 就是方便你 你無論打橫 但打直 都不會出現 錯的情況 對 你這樣說 還有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你剛才見到我 戴帽的時候 打橫 你看到我 在衣服上打直 反正它是正方形 除非你打斜 對 它也是因為有感應器 所以你無論打橫 打直 它都會拍到那個影像 都一定是適合視點的 影像出來 那你也不需要再煩 就是說 你剛才拍段影片 你再轉回去 很多時候我們拍片最慘就是現在 尤其是 即是你ActionCamp也是 你16比9拍片 裡面有我一定的水平 一定要橫向去設定 對 這個就方便 因為我 戴上身 你很難去控制 橫 直 反正它無所謂 我就拍完才才 因為才才 然後你就專注先拍 不要理會了 專注先拍了 拍了30秒 然後再在APP上慢慢攪 況且現在正方形很多時候 大家都收貨 收貨 那你IG那些 可以立即收貨 收貨 那都沒有問題 只是它可以讓你更方便 是你自己再 依你自己的喜好 去裁回不同的影片 放上去 這個 這個貴不貴的 賣個價錢 這個1500元有收貨 那可接受 比Gopo 對 那看看 如果你不需要這麼專業 其實你說我也是普通玩一下 可能拍一下小朋友 拍一下寵物 都是玩一下的 那其實這個也不錯 你志在都是分享上去 按一下like也好 分享給別人看一下 買來旁白身也好 是啊 那你也方便 你這樣卡在那裡 那你有什麼事 都拍一下 不過始終只有30秒 對 就是尊重過30秒 對 這樣也不來的 那今天都 真的要 今天都差不多 改了兩個產品 兩個都很新的 如果大家有些事想問 可以在我們這個 影片的Facebook下面 這個Feed下面留言 那我們看到 下一集 或者跟著 接下來 幫你試 我可以原揚幫你解答 OK 因為兩個都 這個就不太容易買得到 這個就要過幾天才 正式賣 大家有什麼問題 那就不妨 大家可以問一下 下個禮拜 買廣告 下個禮拜 我就去了 德國柏林EVA的大展 今年呢 都 我未出發 但做了一些功課 今年都挺熱鬧的 因為很多 大的牌子 都有些新產品的發佈 今年又熱鬧 今年我排過過,可惜 去年是真的空閨 今年排過過,早餘星期 其實是星期五開始 其實是六號日一的 五號我們叫日零 為什麼五號會開始有事呢 因為很多的牌子在參展攤位上 五號就開始做一些記招、發佈會 有些大牌子其實都預告在他們的網站 或者在他們的社交平台都會有直播連結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時PCS網站 都會將消息即時和大家分享 靠你了 在實物就等我了 靠你了 下個星期都會有多少東西和大家分享 或者等我再回來的時候 再和大家說說所見所聞 好 今個星期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就和大家去試一下 好謝謝再見 拜拜